这次签订的单是10万架车 上一季Tesla卖了24万架车 大概是 即是上季的销量是四成左右 有一个这么大的升幅的时候 大家都觉得很亢奋 但其实Elon Musk 即Tesla的行政总裁 都在社交媒体上回应网民的时候 都说到其实他觉得有点奇怪 因为这个Hertz的订单 虽然对他们来说是一张很大的单 但他就说Tesla其实很大程度上 过去一段时间面对 就是一个产能的问题 即是他们接到单 但是他们不能够做出这么多车 而不是不够单 所以这次Hertz给他一个大单 令到他的股值突然有这么大的增长 其实Elon Musk自己都说 用一个strange去形容这个情况 简单地说了刚才那个情况 前几天Tesla其实出了业绩 加上昨天的消息 就有一个这样的大升 其实你觉得Tesla现价是否可以追入呢 你的股票升到Tesla 譬如现在一千元 就是拆过又下跌上去 你现在会不会再拆又再上去 我不敢说完全无可能 是 但是你说现在问是否能进入Tesla 特别对于港股投资者来说 我最简单一个道理就是一个例子 我说今年年头腾讯700元那些位置 你问我买不可以买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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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还可以冲上去 是 但是一天一天同样道理 你在牛三本的时候 你回得快的那段时间 你走不走得起先 是 就是你700元那时买冲过上去 当然你未必那么厉害 可以去最高历史计位置 高位走了 但是当开始回回来那段时间了 那你最多就当赚一下经验 就是体验过 到时候你不做好风景管理 现在就会出现一个问题了 会不会你出现一个最终的结果就是 腾讯700元买住到现在 500元你问我怎么办 唯有局渣 Tesla你未来有机会出现这些状况的 是 你100元就去 1000元就去买了 是 当你后翻调整1000元心理管理 你未来可能还会升上去 是 因为问题就是整个概念很强的 但是问题就是当 整个投资市场开始气氛转叉 散睡了 你当时就会见到 基本因素完全很厉害 很好 很好 还是很多人用电动车 它的产量甚至来未来提升 但是可能那时候 当时纯粹就是市场的流动性转叉的时候 是 回回下去了 你会不会走不及线 我们最唯一害怕的是你 是 所以你这些位置 在股份升上去 破了顶部 下货 追 没说不行的 但是问题就是 要做好风景管理 是 那这段时间升上来 通常就是这样的 股份 冲上去破坏 接着一支大阳烛 可能还有少少税位 在那 如果你不贪心 纯粹 可能你说一般经常都说 卖股票的目的 是想赚钱 是 那追这些是好的 就是零买当头起 是 就是从trader角度上 是的 没错 一定是 是 但是你从分析员角度 就刚刚讲你的那些东西了 有很大的订单 哪里有产量出来 是 你理性分析这么说 其实现在的股值就很高水平 问题就是面对着 很多利好因素 count in就进去 嗯 比如未来一些租车公司 未来下了很大量的订单 嗯 但问题就是什么时候交货呢 会不会像资达高息给他 嗯 或者甚至说 他们只不过拿来做一个 哎 做叫做 类似promotion概念上 嗯 就是等于每间租车公司 一样会有保时捷啊 是 他们会有些很高档的汽车 被人租 但是不耐用 嗯 会不会出现这些状况呢 一定有机会的 那所以你说 现在那些是处于一个短线炒作 嗯 但问题就是说 大趋势 我们之前都说过 比如过去几个礼拜 做节目都说 你买些碳中和啊 买些气候变化主题 那些相关概念的股份上面 中长线没有说不行的 嗯 甚至如果这一刻你要建仓 做一些中长线部署上面 握住你的股份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嗯 那所以想回自己要些什么 是 如果你说純粹是想着赚钱的 哎 没错 但是就不要太贪心了 是 这些Tesla 始终升了很多上来 800多元升到1000多元 已经升了两成多 那你最多都是贪多一成左右而已 嗯 但是如果纯粹是中长线的 这些位置你还没有货 是 才是想着中长线部署 正如刚才说 你小心面对着 就像700元追腾讯那种状况一样 那些东西一旦开始转变 那些补贴政策开始下坡 可能还是扶持 但是政策下坡那段时间 那些杀伤力就来了 所以我想短线来说 小心一点 有投资者在checkroom 问下站看多浅 大家的心都开始红了 其实有些行业看到是千移民 但问题是我觉得 订目标价意义真的大吗 就是你问问题 我会不会一刻定了 目标价已经千多元流商 是 我觉得其实你现在卖股票 特别是在牛三阶段状况 你走去订目标价 有时你变早下车 是 我想这一刻反而是 看看市几时逆转 你没有逆转的 就再冲上去 这些位置高风险高回报 是 短线可能会升得很快 是 但是回马仓可以很势力 是 有货 短期来说 记得在一千元这些心理关口流商 或者甚至九百元这些位置流商 你都是继续向上望的 但是看到几钱左右 我觉得就 我不觉得 估计目标价是一件很好的意思 反过来 譬如这样 突然间又有另外一些租车公司 突然间又有一些新的概念出来 可能又再炒伤 所以暂时来说 这些炒到火红火业的股份 你无端定目标价给他 我觉得意义不大 反过来问你经常叫人入市没问题 不过订好止蚀价 譬如Tesla 你觉得止蚀价在哪里呢 远了 因为始终升了这么多 所以正刚刚说 第一个裂口 这九百元这些心理关口 是 你讲的问题 如果突然间高位 赚成一成以上 是 一定是有些相关风险因素出发 现在看美股的升跌幅 又一成又不是太困难 所以你讲的问题就是有货 我们觉得没什么问题 你可以去铁住 是 短线不是 烦恼的 是没有货的 没有货真的很烦恼的 是 你不买它再升上去 你又不开心 是 你硬去追高调 正如刚才说高位回调的风险 一定是大 直播率一定不会特别吸引的 任何股份都是 无端端在短时间内 一个月以内 是 升了三四成 你走去追 没有说不行的 是 你看到以往有很多例子 港股都有 像冬岳那些 一开始升三四成 你走去追 是 可能还会有 但当然 Tesla 你没可能跟冬岳的状况比较 是 但问题 那个道理就是大致上相同的 可能还会继续升 但是 直播率不会很高 因为回调风险随时都会很大 所以你讲的 如果要去买 第一方面不要这么大 是 可能分注地慢慢收集 是 如果你真的做中长线之后 一定要分注吸纳 是 你甚至可能遇到最坏的情况 落到700-800元的位置 但是你说的 如果你纯粹从短线部署上 就会博取 记得在900元 甚至1000元的心理关头 嗯 好啊